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们这个单元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用这种饮食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抗老化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老化 现象就是皱纹 对 尤其是现在 其实你知道空气当中 空气当中 这种脏脏的 我们现代人生活上的压力 真的有时候 其实心理上压力的问题 让你觉得你显老 其实有时候 其实现在保养品 很多 可以帮助 但有时候你心里如果不是 身体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或没睡好的话 其实对身体很大的影响 就感到一夜之间变老 真的 我真的有这种体验了 因为其实有小孩之后 每天睡不好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是其中一条吗 要讲一条吗 对 睡眠很重要 不过饮食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 吃了吃了 对 我们第一个 其实如果说你人 稍微胖一点的话 其实就容易显老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 是这样吗 对 觉得说其实最好 是可以采用这种高纤维的饮食 那么像现在很多很流行的 这种蒟蒻的这种食材 我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有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那种蒟蒻面条一样的 像透明一样的 它吃起来 它里面是这种高纤维的食物 那么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 叫做 Sirataki的这种面呢 也是用这种类似蒟蒻的 这种食材所做的 它是一种日本面 所以它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呢 你可以 有时候呢 你可能不一定每餐 都要用这个白米饭 就偶尔要来一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来替代 那么可能就吃起来的 对于身体的负担 就没有这么大 因为这个淀粉的东西 吃得真的不好 就好像多吃物骨杂量一样 对 一样的道理 好 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食物 对你来说是新的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刚刚也跟Poteurosa 一直问 研究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但是我只知道它的功能 因为它大概就是 肯定是 因为抗氧化嘛 一定里面有抗氧化剂啦 对对对 就是抗氧化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维他命在里面 那另外它其实好像 对这个肠胃也有好处 是不是 是的 没错 那么呢 其实呢这个呢 最主要是它有这个 抵抗这个自由基 我们都知道自由基呢 会有 因为是一种 带给这个组织细胞 氧化压力 然后会导致这个老化病变 老化更加比较多 对 那么其实抗氧化呢 如果你在市场上看的话 朝鲜 朝鲜剂 它长得有点像莲花一样 一层一层一片一片的 你这样形容我 其实我从来没有煮过 但是我在餐厅常常吃到 就是很多人喜欢用那种 橘类的那种 就是可以烤的一样的 用那种抗氧化剂 对对 它一片一片的 沾着它吃 对 沾着它吃 有点像这个笋片的感觉 其实有点酸酸 但是还蛮好吃 那我可以尝不吃一下 那另外水果 其实对对 回去试试看 水果跟这个阿里丘一样 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你多吃一点的话 对 水果经常 好 另外呢 其实呢我们身体呢 还是很需要这个蛋白质的 一定啊 每天都要有 对对对 但是蛋白质有分好的跟不好的啦 对 你说吃太多肥肉 太多蛋白质就对身体不好 对对对 所以最好建议到 还是吃些瘦肉 鱼肉也很好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些肉类的话 或者是素食主义者 对 豆类 豆类是对女生很好的 豆类是真的很好 对 像豆浆啊豆腐啊之类的 像我妈平时就经常跟我说什么 除了你要多吃水果以外呢 你还要多喝豆奶啊 其实我真的 有没有听 可以 妈妈的话还是要听的 对 妈妈的话还是要听的 因为呢 其实这个蛋白质呢 对于你身体的这个肌肉的恢复啊 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你有在运动的话呢 对 它会增加你这个身体的肌肉的 这些造成啊 所以呢 就是对你身体上呢 是很好 就不仅说是皮肤上面的这个功能啊 所以对身体也有好处 没错 肌肉很重要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介绍一罐新的饮料 那没有开玩笑了 今天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糖类如果摄取太多的话 其实也会加速一个老化 老化 对不对 人身体里边 还有什么橘皮组织之类的啦 对对 适量摄入一点糖分 其实是好的 那其实如果你糖量摄入太多的话 我们都知道对身体不好 不管是对皮肤也好 对身体健康也好 那包括我们平时所喝的饮料 还有包括像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饭 包括我们平时喝的酸奶 不管你干什么 其实少糖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像这种soda 因为其实你知道 一罐soda里面那个糖分之高的 因为有时候你吃了一个蛋糕 都没有那个糖分这么高 对对对 而且喝的时候里面那个感觉 你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 是 而且像有些coke 我们平时coke的话 我们好像觉得说 要喝一点这样的甜甜的 然后打一个那种鸽 然后觉得好爽 但其实很伤哦 对 其实那样子的话 长期了接下来 而且如果你把那个coke 其实你可以做个实验 把它放一点点放到那个杯子里边 那过几天你会发现里面 全都沉淀了都是糖 都是糖 很可怕 所以下次人家去点个茶的时候 最好跟他们说少糖 一定要少糖 好 那么 另外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 是也说过了 其实身体的影响 对自己的这个 我们常常 中国人常常讲的话 上游心生 有时候我们是讲 就是坏人 你心里在想坏的事情 脸上就有个表情 脸上就会表情 但是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如果心情放轻松的话 你的脸部的这个皮肤 还有这些细纹就不会 就不会注留在你的脸上 就你常常这样子 我都不能笑 你如果常常这样子 会 我会有这样子 如果一直皱眉的话 那个纹就会出现 除非你打这个肉毒 不然的话 你这个就会一直皱下来 对 所以其实尽量 心情保持轻松 那心情保持轻松的方式 其实一定要有这个 抒压的方式 不管做运动也好 跟朋友出去聊聊天 逛逛街 买买东西 其实也是可惜 要不要太超过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方法 对不对 现在有一种叫施压 叫什么减压小球球之类的之类 我朋友真的是 两个手就一压一压一起握 然后有一次我去握 就感觉确实有那种 哎呀很舒服的感觉 对 其实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 这女性观众 常常会觉得说 哎呀我多吃菜就好 为了要瘦身 但其实女孩子 这个蛋白质 对你身体的影响很大 很重要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豆类 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怕胖 不想吃肥肉的话呢 豆类呢真的可以多摄取一点 那黄荣刚刚也说了 这个豆类有很多对女孩子 很好的一些黄金素 要定妈妈的 对对对 所以要常常的这个摄取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呢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 不一样的改变 好不好 那我今天也回去试一下 好不好 好了这个向游行声 大家保持心情愉快 自然这个皱纹就不会连在你脸上了 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